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村子里有一个屠夫叫鲁达 从他爷爷那辈起 家里人就靠给人杀猪仔养养活全家 鲁达八岁起就跟着父亲鲁身四处奔波 每次一到年鞭 忙得总是上顿不接下顿 不过为了多挣两个钱给母亲看病 鲁达从来也没有喊过日子苦 到了鲁达十六岁那年 父亲意外去世 家里只剩下他和患病在床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可是鲁达要照顾母亲 又怎么出去帮人杀猪仔养呢 好在乡里相亲的经常帮衬着 家里有猪羊都会喊他来屠宰 如果外面有活迹 邻居也会帮忙照看一下大娘 自从丈夫不在了 皇室看儿子如此辛苦 每天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可是他这身子骨都折磨几十年了 想死也死不了 不死却是活遭罪 每次皇室说这些丧气话的时候 鲁达就宽慰道 娘 人活一世 草活一秋 徒的不就是一个乐吗 你要走了 我孤苦伶仃 就是家财万贯 又开心傻 皇室笑了 他知道儿子孝顺 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他的 不过想想也是一个道理 他听说镇上的留财柱 两个儿子为争那些家产 做的一些事情 不仅让外人耻笑 最后还把全家都搭进去了 所以话又说回来 人们常说老了就要尽享天伦之乐 可究竟什么是天伦之乐呢 古人说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幽无幼 以及人之幼 因此在他们看来 敬老爱幼 家庭和墓便是天伦之乐 这个和有多少钱财是无关的 毕竟人活在世上 会经历很多 也有许多的快乐在等你享受 但是时间最持久的 让人感受最深的 能量最大的 还是亲人的陪伴 只有天伦之乐 踏实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这天 鲁达在照顾母亲 村里离审过来说道 孩子 前些天你娘让我给你找一门亲事 对方回话了 鲁达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 显然这件事他并不知情 看样子是母亲瞒着他 托李婶去做的 皇室赶紧问道 胡老汉他怎么说 愿意答应这门亲吗 李婶坐下来让皇室不要急 然后慢慢说道 胡老汉说了 他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 你们想要娶他家闺女 得用五十斤牛肉做片里 五十斤牛肉 皇室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胡老汉说这话的意思 分明是逼着他们 把家里那头老牛宰了嘛 鲁达一听 窜起来说道 不行 我不答应 鲁达之所以不答应 一来是因为家里只有一头老牛 如果杀了以后 耕地怎么办 二来是这头老牛 是父亲以前最喜欢你老伙计 这些年处得有感情了 行了 话给你们带到了 这门亲事结不结在你们 李婶见鲁达反应激烈 急忙起身甩下一句话就走了 皇室叹了一口气 他心里也知道胡老汉有些抢人所难 可是儿子如今到了成家的年纪 难不成为了一头牛 就打一辈子光棍吗 鲁达跪在母亲床前哭诉道 娘 这门亲咱不结了 他们这哪是嫁女儿 简直就是卖女儿呢 而呀 娘也舍不得那头老牛 可是娘更舍不得你呀 皇室跟着抹泪道 鲁达知道母亲的苦心 他见不得母亲以泪洗面 第二天就拿着刀走进了牛棚 他本想把老牛拉到屠宰场卖了 可是他又知道这行的规矩 若是请别人来宰杀 不仅要给报仇 遇到技术不好的老牛还得遭罪 他来到牛棚以后 给牛草里添上了一些草料 又办了许多卖夫 心想让老牛再吃最后一顿吧 鲁达怜惜地看着大黄牛伸出舌头 一下一下卷食着麦草 他用扫帚帮他清理着身上的脏物 一边说道 老牛啊老牛 这些年让你吃苦了 可是现在没办法 村里人听说鲁达要杀牛 于是都跑来看热闹 只见鲁达手里握着一把尖刀 围着大黄牛绕着圈子 却始终舍不得下刀 鲁达 快宰呀 大伙都看着呢 村里有人在一旁催促道 急什么 又不是宰你家的牛 鲁达回了一句 看着老牛眼里有光 心中更是舍不得了 这时 黄氏在屋里喊道 儿呀 那牛仔了吗 我咋没听到他吭声呢 鲁达回道 娘 还没有力 我这就动手 李沈见状 从一旁递过来一根棒子说道 我看还是先打晕了再再杀吧 鲁达闭上眼睛抡起大棒子 刚要砸下来 却见老牛的两条前腿慢慢弯曲 然后跪在了地上 眼里止不住地往外流着泪水 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看呆了 李沈在一旁喊了一声 妈呀 这老牛咋还哭了 鲁达的棒子举在半空中 听到惊呼声后 他睁开眼睛一看 知道老牛这是在向他求饶呢 鲁达做了这些年屠夫 还是头一回碰见这种情况 于是他扔掉手中的棒子喊道 不杀了 牛我不杀了 这门亲事我也不结了 老牛见主人扔掉了手中棒子 于是用脑袋蹭着对方的胸口 嘴里发出猫的叫声 呀 这老牛是成精了 他这是谢主人不杀之了呢 村里有人惊呼道 鲁达搂着牛头呜呜哭起来 他心里下了决定 为了自己的幸福 要断送老牛的性命 岂不是忘恩负义吗 离审见鲁达不肯宰杀老牛 气呼呼地说道 这门亲事我不管了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 等大火散了以后 鲁达走到房间里 在母亲面前跪下道 娘 孩儿不孝 这老牛是咱家的恩人 我下不去手啊 黄氏叹了一口气没说什么 眼里流着泪说道 好孩子 为娘知道你心里苦 以后不逼你了 这件事过去了半个月 有一天鲁达正在山中放牛 突然听见有女子的救命声 他赶紧跑去一看 只见一个姑娘躺在地上 腿上还在流血 在那姑娘的对面 却是一条十几米的巨蟒 眼看姑娘就要命丧当场 鲁达手中的老牛猛地冲了出去 两个牛角直接将巨蟒顶飞了出去 鲁达见老牛和巨蟒缠斗在一起 赶紧跑过去扶起年轻姑娘问道 你怎么样 还能走路吗 多谢恩公相救 年轻姑娘抬头看着鲁达 起身感激道 鲁达健壮 蹲下身子说 你的脚受伤了 这里不能久留 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胸前猛兽 你趴在我背上 我带你赶紧离开吧 年轻姑娘有些犹豫 可是看到那凶残的巨蟒后 她一咬牙便趴在了鲁达的背上 鲁达背着对方一口气跑出了大山 这才将对方放在地上说道 你受了伤 严重吗 年轻姑娘摇头道 多谢恩公关心 我没事 刚刚跑得太快摔着了 我涂一些草药即可 两人聊了一会 鲁达才知道 原来女孩叫林婉儿 是镇上临时药堂的千金 前不久 林婉儿的父亲中了毒 他听说这山上有一种奇白果 可以给父亲解毒 于是他便亲自上山采药来了 书上曾说 每种奇珍异果 都会有一种神兽猛禽守护着 以前他以为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今天他发现奇白果后 正准备采摘时 那条巨蟒就从附近的山洞里 窜了出来 恩公 那巨蟒好厉害 你的牛会不会有危险 林婉儿有些担忧地问道 你在这里等我 我回去看看 鲁达说完 快步向山上跑去 鲁达回到山上后 发现老牛和巨蟒还在缠斗着 那巨蟒十几米长的身体 死死缠绕着老牛 老牛似乎不能动弹 鲁达知道 再僵持一会儿 老牛可能就会窒息而死 于是他不敢迟疑 掏出腰间的屠宰刀 向巨蟒劈去 正中那条巨蟒的脑袋上 砰 就在鲁达以为巨蟒的脑袋被一分为二十 没想到他手中的刀口像劈在了坚硬的石头上 整个刀口都扭曲变形了 娘的 这脑袋是铁打的吗 鲁达有些郁闷 没想到巨蟒的脑袋被他的屠宰刀劈了一下 只是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 可是巨蟒此时却怒了 在他眼里 眼前的鲁达不过是个卑微的人类 却没想到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巨蟒用尾巴甩开老牛 随即直立起身体 张开大口嘶吼了一句 鲁达抬头看了一眼 那巨蟒直立起来竟然比大数还要高 好像直接要将他生吞了 吼 巨蟒大口一张 比手臂还长的蛇信子喷出一股浓烟 随即向地上的鲁达咬去 这下晚了 娘 你要好好保重 鲁达眼睛一闭 知道自己要被巨蟒一口吞进肚中了 砰 一声地裂山咬的撞击声响起 鲁达睁开眼睛一看 那巨蟒的身体竟然被冲天飞起的老牛撞成两截 就在鲁达愣神的那会 整个人都被鲜红的蛇血淋湿透了 砰 鲁达还没缓过神来 那巨蟒的身体已经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坑 而老牛也撞进了前面的山体中 轰 一座小山瞬间轰它 将老牛埋在了山石之中 老牛 鲁达赶紧向到他的小山跑去 看着那些山石堆在一起 他拼命地搬着 嘴里喊着老牛的名字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鲁达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即便老牛死了 他也要看对方最后一眼 哄 山石突然崩开 老牛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 老牛 鲁达惊喜地喊了一声 等他走近才发现 老牛的一只牛角居然断开了 老牛 你怎么样 鲁达看着疲惫的老牛 有些心疼道 猫 老牛叫唤了一声 好像在说自己没事一般 老牛 谢谢你救了我 鲁达知道 如果不是刚刚老牛舍命相救 他可能已经被巨猛吞下了 这时候 老牛突然蹲下身子 他示意鲁达坐到自己背上 等鲁达坐上去以后 他一阵狂奔 很快就来到刚刚那巨猛身边 你让我把这条巨猛带回去 鲁达见老牛停下 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猫 老牛叫唤了一声 用仅剩的那只独角划破巨猛的肚皮 鲁达是一个屠夫 自然知道老牛在找什么 那地方正是蛇胆的位置 果然没会儿 蛇肚被划开以后 里面的蛇胆竟然是一个拇指大小的珠子 外面还有一层银色的光圈 鲁达不知道这银珠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不过老牛既然让他收着 他收好便是 随后老牛又用尾巴勾起巨蟒的身体 然后背着向山下走去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 鲁达正一脸焦急地等着 刚刚山上传来地震山摇的动静 他都听到了 因此心里非常担心鲁达的安全 鲁姑娘 让你久等了 鲁达牵着老牛从山上走了下来 你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受伤 鲁达关心道 我没事 这都是巨蟒的血 鲁达一声憨笑 指了指老牛背上的巨蟒 这事 林婉儿这才注意到那条巨蟒 他一时间瞪大了眼睛 他万万没想到巨蟒会战死 今天多亏了老牛 否则我们都走不出这大山了 鲁达一脸感激地看着老牛 因为林婉儿的腿受伤了 所以回去还是鲁达一路背着 此刻他看着面前男子 心脏像小鹿一样乱跳 毕竟他长这么大 还没有和一个男人如此亲密过 对方今天那副勇敢的样子 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鲁大哥 我 回去的路上 林婉儿欲言又止 林姑娘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鲁达像是看出了对方的心思一般 我父亲遭人暗害 现在身中剧毒 生命危在旦夕 能解他身上的毒 除了奇百果 还缺一种药材 林婉儿解释道 什么药材 你现在受了伤 我去帮你找吧 鲁达赶紧说道 鲁大哥 谢谢你 最后缺的那味药材 就是这条巨蟒身上的蛇胆 林婉儿看着老牛背上的巨蟒说道 鲁达没有说话 他一直将对方送到镇上的临时药堂 临走时 他从怀里掏出那颗银珠 递到对方手中说道 送给你 鲁大哥 你知道这颗银丹有多珍贵吗 你真的将它送给我 林婉儿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 他再珍贵 也没有人命珍贵 如果他真的能救伯父的性命 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鲁达说道 林婉儿看着鲁达牵着老牛离开的备养 他已经泪流满面了 鲁达回到家以后 将巨蟒放在锅里熬煮了三天三夜 然后一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他成了一碗端给母亲 带对方喝下去后 奇迹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一直瘫痪在床的皇室 突然觉得身体变轻 随即他尝试动了动两条腿 最后竟然站了起来 这天夜里 鲁达还在家中睡觉 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他赶紧打开门一看 只见林婉儿一身狼狈 见到他后就急气地开口道 快 快逃 林婉儿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他赶紧盛了一碗汤给对方喝下 片刻后 林婉儿终于醒了过来 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鲁达问道 前段时间城中很多人 感染了一种奇怪的病 爹爹为了试药才中的毒 这一次我把齐白果和银丹带回去 放在一起炼制 给爹爹服用以后 没想到爹爹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林婉儿话刚说完 门外就传来巨大的动静 鲁达和林婉儿赶紧走出去一看 只见一个老头双眼迅红 想要杀过来 不过却被老牛拦在了外面 可恶的人类 今天你们都得死 那老头双手抓住老牛的独角 直接将老牛扔了出去 砰 地下被砸出一个深坑 那老头向鲁达看了过来 发出令人窒息的笑声 爹 你快醒醒 林婉儿看着对面的老头哭喊着 听到林婉儿的声音 老头脚步一顿 可是下一秒眼中的红光一闪 一只手直接将鲁达举过头顶 爹 不要 林婉儿大声喊道 那老头神志有些迟疑 可还是将鲁达扔了出去 就在鲁达要摔在地上时 老牛却跑过来将他接住 谢谢你 老牛 你又救了我 鲁达感激地说道 主人 他已经被巨蟒夺赦了 我现在身受重伤 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候 老牛突然说话道 老牛 是你说话吗 鲁达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老牛还会口吐人言 没错 是老牛在说话 这条巨蟒在山中已经修炼千年 本来他吃了那颗奇百果就可以化作人形 可是 老牛解释道 鲁达听完终于明白了 原来老牛本是天上老君的座旗 有一日老君让他看管奇百果 结果他打了一个盹 醒来就发现奇百果被偷了 老君发现后 算出奇百果是被修炼千年的巨蟒精所到 于是为了承见老牛 老君将他打入凡间 老牛等的就是巨蟒精化醒的那一天 趁对方最虚弱时 抢回奇百果 取出巨蟒精的千年内担 回到老君那里将功补过 可是这巨蟒精实在太阴毒了 他为了修炼 竟然用自身精绪催熟奇百果 这也导致了山中很多动物都被毒死 连人类也遭了殃 后来临世药堂的林孝天用自身食药 发现了这种病的来源 不过那时候他已经中了毒 于是便让女儿来山中找到奇百果 因为只有奇百果可以解大家的毒 不过林孝儿盗取奇百果 还是被巨蟒发现了 幸亏被鲁达和老牛所救 林孝儿从小跟着父亲学医 知道巨蟒身体中的蛇胆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材 他想带回去炼制药材 解救更多生患恶疾的百姓 那天他将奇百果带回去以后 熬成了一锅汤 父亲和城中患病的百姓服用后 身体果然好了 可是当他把那颗巨蟒的银丹拿出来时 银丹劝下飞入林孝天的口中 接下来林孝天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时而清醒时而磨争 才三天不到的时间 林孝天就已经清醒时候少 瘋魔的时间变多 显然是被巨蟒经侵蚀了心神给夺舍了 巨蟒经夺舍后 知道老牛现在身受重伤 于是便赶来报仇了 青牛 你三番两次坏我好事 如果不是看老君的面子 我早就将你吃了 巨蟒经怒喝道 巨蟒 你作恶多端 即便化作人形 也成不了先 休要执迷不悟 快随我回老君那里受罚吧 老牛看着对面的巨蟒经说道 结结结结 巨蟒经一声一响 他愤怒不甘地吼道 我本想用自己的本体化形 是你们逼我走了夺舍这一步 如今我千年道横毁于一旦 我要你们生不如死 巨蟒经 你真的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吗 老牛呵斥道 哼 青牛 我这副躯体可是人类的 你可想好了 我要死了 他也活不了 巨蟒经有恃无恐地冷笑道 老牛回头看着鲁达说道 主人 老牛要走了 今后要不能陪着你了 老牛 不要 鲁达看着老牛飞到空中 他已经猜到对方要做什么了 于是拼命地阻止道 老牛飞到空中后 身体被金光笼罩 随即急速旋转起来 等到金光消失后 老牛变成了一个金刚圈 飞到巨蟒经的头顶 啊 不要 不要 饶命 金刚圈射出一道光芒 穿透了林孝天的身体 只见巨蟒经的元神 直接被打了出来 随后被吸进圈中 当巨蟒经被老牛收服后 那金刚圈又变回老牛的模样 他站在云端上说道 鲁达 你孝顺善良 老牛今日赐你一桩一元 以后好好生活吧 老牛 有机会回来看看 鲁达冲天上老牛喊道 老牛从口中吐出一颗丹药 只见那丹药被送进林孝天的口中 很快对方就醒了过来 多谢大仙 林孝天和林婉儿 对着天上的老牛跪拜道 你们妇女既是救人 功德无量 老君特赐仙丹 望你们今后救助 更多受苦受难的百姓 老牛说完 留恋地看了一眼人间 随即飞回九重天都率公 向老君赴命去了 鲁达和林婉儿 一起经历这些磨难后 两人情投一合 没过多久便挑了一个 良辰吉日成亲了 自这件事以后 鲁达也放下了屠刀 和林婉儿一起上山采药 既是救人 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